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日前推出代号Meteor Lake的首批40代Core Ultra处理器。 该款新晶片能在笔电运行生成是人工智慧AI聊天机器人,无需借助云端数据中心的运算能力。 英特尔在矽谷举行的第三届英特尔创新日Intel Innovation上展示该晶片的能力,可以让企业和消费者在不从自己的电脑上发送敏感数据的情况下,测试类Type GPT的技术。 这项技术可以让英特尔即将推出的Meteor Lake晶片具有AI数据处理功能,例如能在不连接网络的情况下,以TELUS、TELUSWIFT的风格创作歌曲,并以对话的方式回答问题。 据了解,Meteor Lake晶片似乎最初将会先以笔记本电脑市场为主,由红旗揭露将率先推出配备该款晶片的笔电。 有媒体指出,是个合理的决定,因为Meteor Lake目前都是朝向高效率的方向进行最佳化,因此更适合电力受限的笔记本电脑,但这也让人好奇,英特尔的捉机计划为何,什么时候才会登场。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Pat Delsinger还表示,微软的工作,AI助手,Copilot也能在搭载该款晶片的个人电脑运行。 基辛格说,他们认为人工智慧个人电脑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 此外,英特尔明年还将推出名为Aero Lake的下一代晶片,其制造技术将如承诺那样与台积电的最先进技术媲美。 此举透露,英特尔正努力重振昔日晶片制造业领导地位的荣光。 不止如此,英特尔还一直努力在与辉达在数据中心,用于训练CheckGPT等AI的强大晶片市场上争夺地盘。 英特尔还表示,公司正在打造一台新的超级电脑,给制作图像生成软体的新创公司Stability AI使用。 并外,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也正在使用其最新中央处理器来提供聊天机器人技术。 然而,在数据中心之外的AI工作晶片市场还远远没有确定下来,英特尔现在的目标正是在这个市场取得进展。 英特尔表示,通过一个名为OpenVIO的新版本软体,开发人员将能够在笔电上运行一个大型语言模型LLM版本。 这是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开发的ChatGPT等产品背后的关键技术。 这将使聊天机器人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并意味着数据不会传输至其他云端中心进行运算,强化了信息安全保障。 英特尔网络和边缘运算业务资深副总裁兼总经理Sachem Khatke受访时表示,你可以获得更好的效能、更低的成本和更私密的AI。 调研公司Tech Insights的分析师Dan Hutchison表示,那些厌倦把敏感企业数据交给协力厂商、AI公司的商业用户可能会对英特尔的做法感兴趣。 Hartison还说,倘若基辛格能让AI普及到所有人使用,这将其公司创造晶片,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这次还在Innovation 2023活动上,展示了全球首款基于UCIE连接Chiplet小晶片的处理器。 这颗代号为Pike Creek的测试晶片汇聚了两大代工厂最尖端工艺,包括基于Intel 3工艺的UCIP小晶片,以及台积电N3E制程节点的新思科技Synopsys UCIP小晶片,两个小晶片之间则通过Intel EMIP接口进行通讯。 UCIE,即Universal Chiplet Interconnect Express是一种开放的小晶片互联协议,可满足客户对可客制化封装要求。 该互联设计旨在通过开源设计标准化Chiplet之间的晶片间互联,从而降低成本并培育更广泛的经过验证的Chiplet生态系统。 作为一种开放的Chiplet互联规范,UCIE定义了封装内Chiplet之间的互联,以实现Chiplet在封装级别的普遍互联和开放的Chiplet生态系统。 当今的多Chiplet封装使用专有接口和协议相互通讯,这使得广泛采用第三方Chiplet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UCIE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具有标准化接口的生态系统,以便有一天晶片制造商能够简单地从其他设计人员那里选择Chiplet,并以最少的设计和验证工作将它们融入到新设计中。 UCIE产业联盟已经获得了晶片制造行业的广泛支持,由AMD、ARM、ASE、Google Cloud、英特尔、Meta、微软、高通、三星和台积电十家公司于2022年3月建立。 该联盟成立的目的旨在推动Chiplet接口规范的标准化,已经相继推出了UCIE1.0、1.1规范。 目前,UCIE联盟成员已达到120架以上。 该联盟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效能和面积目标,将目标市场分为两个广泛的范围,采用标准2D封装技术和更先进的2.5D技术EMIB、CoOS等。 当然,先进的封装选项可提供更高的频宽和密度。 另外,EMD和辉达也在致力于自己的计划,但还没有展示可用的细晶片。 这次英特尔基于Chiplet的处理器,如Cypire Rapids和新发布的Meteor Lake,目前使用专有接口和协议进行Chiplet之间的通讯。 但英特尔已宣布将在其下一代Aero Lake消费级处理器之后使用UCIE接口。 可见,UCIE联盟推出仅一年多,英特尔与台积电就已经使用自家300米技术,推出了全球首款基于UCIE连接Chiplet小晶片的处理器,进展可谓相当迅速。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特尔Safire Rapids和新发布的Meteor Lake处理器都采用了小晶片设计,但它们仍在使用英特尔专有接口和通讯协议。 不过,英特尔已宣布将在下一代Aero Lake消费处理器之后转向UCIE接口。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